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第30季就快开始了 大家想紧张的事或者经济议题 请继续订阅这个节目 老板23日星期三 我们还这么说一些大路的预测 刚开完G20机会有些报告 这些报告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有一些比较macro的宏观的了陷的数据 可以拿来看看全世界进入什么状态 就比每次自己一定要找一个题材 有时这段时间说 这个星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焦点 说真的 年底有很多事情 已经发生了 将会到而未到 好像衰退也未到 年底来说 你说要找一些很刘腾的东西去提起 大家的兴趣又不是太容易 反而有一个宏观式的 叫做回顾一下檢讨一下 这段时间那些公司外面都会做的了 现在我们先做了 第三版就是 有些heat map 那些heat map通常他们做就聪明了 这些东西要是大行做 如果不是他们做 我们这些个体户 个人的研究员 那你会看到 这个是先进体系 他就通常拿PMI PMI 好过GDP的 GDP有些地方来来去去都正数 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收属 这些比较奇怪 但如果你说PMI 和一个机构编制那些 就比较容易比较 那些机构也有 有些机构也有 有为很多国家 骗制 50楼上就涨 肢下就缩了 那你都看到 那现在看到就 很多 那些经济体 其实在七八九月 勞述做到 PMI都陷入收缩的了 那由蓝色转到红色 那现在就可能是粉蓝转粉红 那就是 不是说很严重 那但是 有些就差一点 就是 德国 意大利那些 黏得近俄乌战场那些 影响大一点 相对危险 西班牙也危险 那其他的那些 粉红而已 都未至于很厉害 有两个地方就好一点 就是日本 发觉了 那就是蓝色 不过我记得好像 最新日本的数字 都已经有少少 不太跌 都可以转色的了 那就是说 其实 如果你论PMI 全世界都 差不多 最近都可能 开始收缩的了 就是 那经济 会不会 其实是最近 已经开始 准备踩入 或者已经策略 可能性 都要高 就是我们经常说 衰退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但是 都没有一个很 很准确的数字 说真的 很多时候 是用美国做准 就是 叫做NBR 定义 但是他只是为自己定义衰退 不是为别人 那别人的衰退 以前的经验 都有一些出入的 可以有些做一季 有些迟一季 例如说 例如说 浪费了半年 例如上一次 前一次 是07年 就是衰退的时候 美国是Q4 有些其实是Q3 已经衰退 有些是明年Q1 才可以衰退 头头尾尾都有 就半年时差 所以由现在 起到明年中 这半年 其实都应该不同的 现在的体系统统都开始了 那 下张 下张 就是 新兴体 新兴体 就是 你看到有些深蓝 很厉害 当然 都是 红的 都是有的 中俄 南非 金砖几个 其中三个 巴西 印度就幸免 暂时还是蓝色 那 沙地阿拉伯那些 就是橙油那些 就深蓝了 那 但是 就 你看到 他们那些 收缩 比如说 中俄那些 就 很 很 飘伏 就是 墨西哥那些 有些情况 有些缩缩有些 有些缩缩 那他就不是 一种 叫做 可持续的收缩 就是 你要去到一个 连续性的收缩 才叫上衰退 如果你说 间中缩几个月 那就一定 但是 其实9月 10月左右 你都开始看到 就有几个都开始 不行了 那 有些深蓝 都变成了浅蓝 好像印巴 那些 就是印度和巴西 那些都开始 有这种情况 其实 就 慢慢都会生兴 都受影响 如果你看这个 Hitmap 和刚才那个 比较 那 就是 都是 时差的问题 如果 记得刚才那张 有些体系 就 年初的时候 粉红过 网台节目 开始接受订购啦 你除了可以亲身到上环D100 专门店之外 还可以去银行入数 又或者透过桂圆机 过数都可以 还可以登入D100 网站D100.NET 订购 想即时过数 用转数快 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没有不明白 可以打给我们D100 网台专线 电话 22971825 22971825 今